当年,西梦瑶一开始跟和游君恋爱的时候,四太梁安琪十分不满,曾一度想让两人分手,后来西梦瑶怀上孩子后,梁安琪才终于承认了西梦瑶,网友也说,西梦瑶是真的母嫔子贵呀。 四太之前瞧不上西梦瑶,可两人婚后,却强烈要求西梦瑶多生几个孩子。 当初,西梦瑶刚生完孩子身心俱疲,在节目中抱怨身材变形,四太在采访中笑眯眯地说,他们最小要生三个孩子,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,西梦瑶又火速生下了第二个宝宝,也是震惊了所有人,这速度也太快了吧。 很多人曾担心,西梦瑶连生两个孩子,身材会严重走样,可最近西梦瑶露面,不仅身材没有走样,整张脸也变得更加美丽。 不少网友说,西梦瑶的脸又有了变化,如今的西梦瑶整个脸型更加的流畅,整张脸都透露出一种腹态感。 订阅我,带你了解最全的一圈资讯。